大家好 我是樓斌 俗話說夏天有三寶 空調西瓜穿的少 看著如今在空調教室裡上課的學生 我不禁回憶起了自己的學生時代 那時候我們教室裡 只有幾個掛在天花板的 一刻不停轉的吊扇 我曾經一度懷疑 這樣懸在空中的傢伙 會不會因為操勞過度而掉下來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那麼這裡的吊扇 屬於普通電扇的一種 主要功能結構為扇葉和電機 通電後將電能轉化為機械能和少量的熱能 傳統的電扇結構和功能都比較單一 而我們今天要拆解的是它 叫做塔扇 本次的拆解和以往的拆機不同 我們不需要用到靜電手環 所以你們今天不用問這是幹什麼的 好了我們就開始拆解吧 不管是風扇還是塔扇 長期使用最容易髒的就是扇葉了 而塔扇的扇葉其實是一個叫封骨的東西 類似於骨風機大家都知道吧 所以我們就來拆這個所謂的封骨 現在我們需要拆卸一下這個外殼 外殼有兩顆螺絲固定 這裡我們不需要用到螺絲刀 因為硬幣就可以了 好我們先把這兩個螺絲擰送 好擰松以後呢 這個時候啊只需要用手輕輕的往上一提 這個後蓋呢就出來了 非常的方便啊 那後蓋這一塊呢 我們先放一邊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塊 那麼這個圓柱體呢就是封骨了 我們接著往下拆 用螺絲刀卸下這兩顆十字螺絲 好只要往外的拉出來就可以了 好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小部分 這一個呢是硅膠環加減震圈加減震環啊 三管旗下 它們形成了一個減震消音的系統 達到了很好的一個降噪的效果 我們接著往下看 這邊有兩個十字螺絲固定 我們需要把它擰出來 這一塊呢 它只是一個塑料的一個擋板 擋的是什麼呢 擋的就是下面封骨這邊有一顆固定的螺絲 那這顆十字螺絲呢 待會擰開就可以把封骨取下來了 好卸下這顆十字螺絲後呢 封骨就可以取出來了 好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封骨啊 不過出於安全因素的考慮呢 國家規定啊 塔上來的電器啊 是不能隨意拆卸的 意思呢就是讓非專業人士啊 拆解的不那麼容易 記得之前iPhone4啊 之前包括iPhone4底部螺絲啊 使用的是1.5十字 之後呢更換成了0.8五角螺絲啊 蘋果的目的呢 可能也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啊 給清潔內部呢 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而艾美特這個塔上呢 通過兩方面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方面呢 是螺絲規格啊 比較常見 拆卸簡單 另一方面啊 它內置了一個感應器 即使通電呢 塔扇也不會轉 這樣雙管旗下的結構設計呢 兼顧了安全和乾淨衛生這兩個點 接下來啊 我們來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封骨 封骨這個結構呢 就決定了它和傳統風扇的不同了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 傳統風扇主要的功能結構呢 為扇液和電機 通電後啊 電機在動扇液 扇液做消風的動作 大家用手試一下 是不是有一種風的感覺 進而呢 完成送風的過程 產生的風呢 為軸流風 即風的流向平行於扇液的旋轉軸 這就導致了風的走向會比較亂 並不是那麼規則 而塔扇產生風的原理就不同了 它是利用電機帶動風骨 通過甩動空氣 產生風 這個風骨為九段風骨 有35片扇液 結構決定功能 這讓塔扇產生的風 接近於自然風的效果 而且風的走向會比較規則 是一片風木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傳統風扇的風是這樣的 還有一點 塔扇的送風距離 比傳統風扇要更遠 仔細想想 這種塔扇如果配合空調使用 可以讓冷氣均勻分布到房間的各個角落 加上塔扇還內置了香薰盒 喜歡什麼味道直接加就行了 好 風骨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接著看看內部的其他結構 至於下半部分就是電機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有四個螺絲孔 把這四個螺絲拧下來就行了 看一下這邊有兩個是六角的 兩個是十字的 為的也就是讓用戶拆解的不那麼的方便 好 我們就把這四個螺絲拧下來 好 這時候這個外殼就拆下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電機它屬於一個交流電機 驅動原理和風扇是一樣的 不過這種電機其實分為直流和交流兩種 相較於交流電機 直流電機在耗電 噪音 電機轉速等方面控制的更為優秀 但是基於成本的因素 大部分用的還是交流電機 好了拆解就到這裏 在我黨的英明領導下 大家生活都奔上了小康 現如今基本都是用空調來解決避暑問題 甚至當年我在工地搬磚的時候 工盆裡都用的是空調 電風扇這個極具年代感的家用電池 也在顛覆著結構 增加各種智能屬性進化升級 努力地想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佔有一席之地 物聯網智能化 是現在家用電池的發展趨勢 艾美特塔善就是其中的一個進化版本 在風扇這個橫向緯度里 它站在中間在外型技術價格這三者之間取得了一個平衡 如果是我 我會給媽媽買一台哦 配合家裡的空調 解決一些空間大 置冷不到位的場景 比如廚房什麼的 那如果是你 你會在什麼樣情況下使用它呢? 關注我的微博 轉發並留言寫下你的答案 就有機會獲得這台艾美特塔善 好啦 那本期拆解視頻到這裡就要結束了 更多有關拆解維修DIY相關的視頻 歡迎關注我的微博以及FIX官方微博 我們下期再見 一家哦 又可以拆了 好久沒開手機了 下一期見